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节目火爆出圈 版权还成功输出到国外市场 我们的歌不仅给翻唱类节目提供母版化的内容 也让很多金曲焕发新的生命力 情深深那战对一件清新街头拍档等待季组合更是成为观众的心头好 也许是我们的歌第一季节目起点太高 我们的歌第二季就开始走下坡路 节目的口碑和影响力大打折扣 来到第四季的我们的歌虽然请来了陈慧贤 周传雄 林志炫等实力大咖作证 但依旧难演节目收拾和口碑双下滑的事实 经过盲选配队和小组排位赛的比拼 我们的歌四迎来交叉团战赛 但逼两个大组的歌手两两组合 最后组成四个组合 分别是尊老爱幼组合 给歌舞组合 壮志凌云组合和乐想乐队组合 我们的歌四团战赛制进行了升级 四个组合两两PK 每一轮团战包括三个回合的PK 剩一场击三分 平一场各击一分 两轮团战抢到九分的组合 全员晋级年度胜点 没有达到九分的组合 需要经过现场投票来决定谁去谁留 11月27日晚 我们的歌四迎来最后一轮团战 尊老爱幼组合和壮志凌云组合强强对决 进而争夺年度胜点的入场券 首轮比拼中 尊老爱幼组合率先放大招 直接派出了陈慧贤和杨坤两位歌手 他们合作带来歌曲 我比从前更寂寞 两个人都是阅历很丰富的歌者 整个演唱饱含深情 歌声也充满了沧桑的质感 因为这首歌写的就是杨坤过往的经历 歌曲的代入感更强 也感动了在场很多的歌手 壮志凌云组合全员出战 合作演艺歌曲《你的样子》 林志炫进行大胆改编 将弗拉明歌舞曲风格融入歌曲当中 旋律层层递进 四个人的声线完美搭配 淡淡的忧伤 温暖而又治愈 让人想不到的是 你的样子最后获得121票 而我比从前更寂寞获得124票 尊老爱幼组合率先抢到了3分 节目组确实挺尊老爱幼的 比赛的胜负早就写好了剧本 完全不去看现场发挥 第二轮对决 壮志凌云组合先出场 杨成琳、许静韵和黄霄云 三位女生合作带来歌曲《她她她》 整个表演很有故事感 层次感和爆发力 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生 把她们不同的人生经历揉进歌曲里 与舞蹈演员相得益彰 尊老爱幼组合派出了杨坤 马佳琪和孟慧原来应战 他们带来的歌曲是什么都不必说 一个比较复古的唱跳舞台 歌曲旋律很活泼 也能带动现场的气氛 马佳琪也展现了一下自己的舞蹈实力 不过由于马佳琪不能到现场录制 这也影响了最终的舞台呈现效果 什么都不必说最后获得120票 她她她获得127票 壮志凌云组合拿下三分 第三轮对决 尊老爱幼组合派出了陈慧贤和孟慧原 两人带来经典粤语歌曲傻女 歌曲很有氛围感和年代感 陈慧贤开口脆 声音很吸引人 满满的回忆沙 孟慧原演唱重归重举 粤语发音依旧影响听感 壮志凌云组合由林志炫和许静韵来应战 两人带来热门歌曲因为爱情 编曲上建作偏锋 改编成了三拍子 强弱起伏变化明显 演唱难度大 本来园区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爵士版的改编太拖沓 两个人的声音也没有很好融合在一起 听起来代入感不强 情感浓度也不够饱和 第三轮对决是关最后的晋级 因为爱情最后获得123票 傻女获得126票 壮志凌云组合选举和改编都太过于大胆 结果输掉了最后的比赛 我们的歌四交叉团战共有四轮 第一轮对决 给各舞组合与乐想乐队组合握手言和 双方都拿到4分 第二轮对决 给各舞组合与壮志凌云组合又打了个平手 双方各击4分 第三轮对决 乐想乐队组合对阵尊老爱幼组合 乐想乐队组合拿下7.5分 尊老爱幼组合只拿到3分 第四轮对决 尊老爱幼组合拿下6分 壮志凌云组合拿下3分 我们的歌四四轮团战过后 乐想乐队组合获得11.5分 尊老爱幼组合获得9分 两组全员晋级年度胜点 给各舞组合和壮志凌云组合都没有拿到9分 经过投票快乐传呼机和辣唐靖灵两个组合遗憾被淘汰 这样的结果多多少少让人有些遗憾 周传雄的出局更是让人一难评 每一首歌曲都是经典 给节目带来很多的话题 结果早早被淘汰 夺冠大热林志炫 每一场都做出大胆的改变 对于舞台全情投入 明明第一轮的表现很出彩 但还是输给了尊老爱幼组合 节目投票完全就是走过场 杨成林和许靖运也成了棋子 总的来讲 尊老爱幼组合的两个后辈歌手实力较为平庸 但节目组完全压宝在他们的身上 全程剧本写得太明显 尤其是对于新人马佳琪 已经把我要蹭你流量打在了公屏上 马佳琪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参与现场录制 节目组并没有像网季一样找来其他嘉宾替换 而是采取线上录制的方式来完成剩下的节目录制 这本身对于其他嘉宾就很不公平 虽然节目组想出了比赛分数不同的方案 但依旧难以服众 本轮团战中 节目开场大量的篇幅来挑马佳琪 让他来聊游戏环节的内容 马佳琪也成了端水大师 一个进而夸赞嘉宾 全场比赛下来 主持人一言不合就挑马佳琪 见凤插针的能力让人佩服 几乎每个作品演唱完都要找马佳琪点评 而马佳琪显然对于一些歌曲没有自己特别的感悟 只能浅显夸赞 甚至重复别人点评的内容 场面无比尴尬 只能说节目组捧高踩低太明显 吃相真的太难看 在本期节目第三轮进演时 A组的陈慧贤孟慧元带来的是傻女 虽然陈慧贤开启了唱功暴走的模式 但孟慧元的存在感却很低 在副歌的和声中根本就听不到她的声音 全靠陈慧贤一把嗓子撑住气场 林志炫和许静韵选唱的是因为爱情这首经典情歌 这首歌其实是非常适合男女对唱的 当年王妃和陈奕迅在春晚上曾把这首歌唱得一夜爆红 陈奕迅醇厚的深情男嗓配上王妃空灵优雅的女生 让这首歌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一种温馨的浪漫感觉 可林志炫这一次非得要别出心裁 非得去展现她的与众不同 她居然直接把这首歌的拍子从四拍改成了三拍 这一改 歌中娓娓而来的浪漫意境就全都没了 反而唱出了一种感露式的压迫感 加上林志炫这种顿挫式咬字 一般的歌手很难和她搭得上 也就很难唱出这首歌中那种清新雅致的浪漫感和时尚感了 节目组继上一次选择留下了肖敬腾张奇而淘汰周传雄鹿虎之后 这一次又无情地送走了杨成林许静运 节目组把有些大白嗓或者倒了嗓的都送进了盛典之夜 反而把唱歌很动情也很走心的两对搭档淘汰了 广大观众在怀疑节目组玩剧本杀的同时 也对节目组的音乐审美颇多微词 据录套在已经录制完成的最后一期盛典之夜中 肖敬腾张奇战胜了一众音乐前辈 拿下了本季的精神拍档 估计接下来的节目对很多观众已经没啥吸引力了 对于我们的歌四团战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